大家好,我是陽光熟視器材的小妍 現在給大家介紹一下這台點焊機的一個使用說明 因為配件比較不齊全 然後可能會簡單的示範幾個焊接的一個方法給大家 現在首先我們先看一下我們螺絲的一個對接 因為為了大家保護眼睛 最好是配戴一個墨鏡嘛 然後這樣子可以保護自己的眼睛 然後先看一下這個螺絲的大小 這個螺絲 可能有五點多,它挺大的 然後現在簡單的示範一下這個對接 因為首先我們看一下這個主機 我們主機現在是調到06跟24 然後材質呢是在選擇其他 這個地方 在不確定材質之下你可以選擇其他嘛 然後在焊接的時候 首先我們一定要小心 因為它這個火花可能會比較大 然後這個是觸碰焊 就是說一定要弓箭觸碰到這個 你看 哇這個火力有點大 已經焊住了 甩一下看一下 對 然後為了就是板子 就是說它掉 你可以多焊個幾個點 這個火花有點大 如果功能比較小的話 你可以調節小鈍鈕 對 如果這個火花比較大 如果你們大家要調小的話 你可以調這個按鈕 探一個面 這個按鈕你可以調小 我們調到12 來試一下看一下 它的火花肯定會比較小 對 對 然後我們現在因為這個工件比較大 所以說呢 焊接完後 用力搬都搬不斷 然後 先 嗯 釋放一下這個 銅線 銅線 銅線的話 這個可能 大概有一個 我們卡一下 我們卡著卡一下 對 大概2左右 1.8 2左右 1.92左右 2 直徑有2 2毫米左右 首先同樣道理 用我們焊夾 同樣的就是說我們焊接裡一定要接觸到 然後 碰到我們的一個 焊針 你要接觸到 接觸焊針後 我們不要急著說 它為什麼不焊接 我們要焊那邊 它可能要時間才能焊接 這焊接裡有點小 會不會小 小的話 我們就調一下這個 調到24 根據不同材質 不容的一個 直徑的話 我們 工件大小的話 我們的調節 調的方法都不一樣 調的數值都不一樣 所以說 嗯 大家這個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調節 我們只是做一個參考值 這個就有點大的 直接融化掉 所以我們要再次調節一下 24太大 我們還要調節到28 是 21 這個焊接其實如果老師傅呢 一下子就焊住了 可能我們現在就是 嗯 對這個焊接不太熟練 對這個焊接不太熟練 所以它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它們就不要浪費時間 這功能其實很強大 好 我們再來試一下 我們再來試一下 看一下這個焊接 基本上是保護眼鏡 可能工件上有點燙 所以說我們現在給大家介紹 第二種焊法 就是用焊夾 為什麼焊夾 大家覺得焊夾什麼用呢 第一個保護眼鏡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盡量避免 用手是直接接觸焊接 來 首先我們是用 嗯 什麼 焊 對這個 焊夾 嗯 夾住這一頭 對 然後同樣的一個 同樣的一個這個 弓箭 也是同時一樣的 來夾到焊夾這個部位 因為焊夾它有兩個夾頭嘛 然後我們夾到這邊來 一邊夾那個 這時候我們就比較靈活 我們可以拿一下手柄 這樣操作就比較簡單 因為有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拿手柄 一下子就拿出來 比較簡單 這種方法也是 推薦大家去做 這個焊夾放大鏡呢 也不貴 在我們店裡面賣 只要賣15塊就好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一個 這個 是什麼還是 混合材質的一個戒指 寬戒指 現在很多人就是為了 點焊戒指 點不了 好 平時那些普通的點焊器 都點不了 但是這個戒指 完全可以 這只是 好 我們現在可以點一下 那我們一定要這個 放大鏡 然後同樣的 我們裝上我們的手柄 然後同樣 我們用我們的黑色夾子 夾住我們的弓箭 太好 先整一下 因為這個 還是比較硬 剛才 剛才撿的時候 可能它變形了 這個 方便焊接 我們現在用 先要 因為我們所有的焊接 所有的焊點 都要觸碰到 好 一樣 戴上墨鏡 這還能力一點大 其實如果我們焊龜金屬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調小一點 開小小 調小一點 然後我們一點一點去焊 不用那麼大 因為畢竟很耗長 這個我們使用大功能 所以說它焊點比較麻固 不過是龜金屬的話 不建議是降臨 就是我們最好是 調小我們的一個 電力大小 然後 起慢慢的焊 一個點一個點的焊 因為我們這個機器 還可以填砂眼啊 補砂孔啊 還有等等一些 就是 不鏽幹的點焊 牙科什麼都可以用到 好 現在我們一個簡單講一下 就是 這個兩塊不鏽幹的點焊 平接 我們調節大小 我們就不用 不想詳細介紹 因為時間是有限制 所以說我們只是說 調一個大概的參考值 然後示範幾個就是樣板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機器 它能做什麼工作 電流大小方面呢 讓大家可以自己去調節 去調節 慢慢去試 試到自己最合適的一個電流值 很不錯 對啊 挺牢固的 現在因為我們 工程件 配件什麼七七八八的 比較不全 所以說 簡單的為大家示範 這個操作流程 操作其實很簡單啊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 把什麼材質拿來試驗一下的話 歡迎把大家樣品寄過來 我們會 按大家的要求 去操作的視頻給你們看 歡迎大家來我們店 購買我們的產品 謝謝